Hi,我是溫哥華的Dr.Joach好 這套電影主要是介紹我寫的一篇文章 是關於太極擠勁,尤其是在這個表演裏面 將表演的夥伴擠到 飛來地面的電影 這些電影和照片,我相信大家都在 電腦網絡上 或者是書刊上 看過 但是真正能夠解釋 為什麼可以這樣被人擠到飛起 我相信我這篇文章 不論中文或者英文都是第一篇 我在文章裏面大約推論出 8名這種表演的人是汪榮泉的師傅楊少校 相片裏面是朱淮媛 但是飛升國際的是 鄭萬青 鄭萬青是在美國的紐約出名的 我在加拿大和香港做了三十年 以此之中 就見過很多因為推手而受傷的個案 所以我就很希望 將這種 用這種訓練方法改良 以及用另一個方法代替 使得不需要那麼多人受傷 在上一套電影 我介紹王佩生老師的 經絡 閱讀 衝合 已經有八卦的時候 我已經答應過 寫一系列的文章 用科學的 言語去解釋 王佩生老師 象徵式 但是有啟發性的 傳統中國說法 他說 濟勁的強大是因為有兩套穴位的傷合 第一是 腳底涌存穴的人害傷合 再加上 背部的甲隻穴 和腳底涌存穴的人貌 或者人害合 你看我文章裏面的第四節 你就知道我 怎樣用科學的言語 將 這兩種 傳統的 含糊的方法解釋得很清楚 而且你會明白 為什麼 濟勁不能夠用英文的 Squeeze 或者Squeeze energy 代替 傳統的容易受傷的練法 我提議用 網球的 發球 你看看圖裏面 吳公儀師傅 他在真正的比武裏面 那個 揮拳的 動作 和網球的發球 是十分相似的 這組套片是 用個別的動作來比較兩個 連攻的方法的比較 其實都是差不多 打人會傷,打球是不會傷的 我在溫哥華已經有外國的朋友接觸我 要求我開辦這些 這樣的課程 以及商討之中 他們都是看我的電影和文章 購買我的文章的方法 在下面的說明之中 謝謝 謝謝 謝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部電影的話 請你點擊 喜歡 和分享 分享的時候 例如其他的朋友 在面書 和其他媒體 都會分享到這部電影 如果你希望我 多些做這些同類的電影的話 請你訂閱 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越多人訂閱的時候 我就知道越多人 喜歡看我的電影了 訂閱是完全免費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 17 40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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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